Koosh Audio刚刚有推出了一款新的插件 每一次Koosh Audio推出插件的时候 我都第一时间赶快下载去看 不光因为我有它的包月的服务 而且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它们的插件 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它们新出的LG Drive 大家好,我是Alex Koosh Audio的插件说实话 是可能是我觉得最好的品牌之一 我特别特别喜欢UAD的 然后还有一些像Fayboy其他各种各样的品牌的插件 但是Koosh Audio的插件我是特别格外的喜爱 因为它的插件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那种个性感觉 尤其是在阴染方面以及对阴色的处理方面 它的Omega的系列基本上是我做阴染的时候最重要 最常用的一个 尤其是里边的Nive的色彩 非常非常的好听 咱们今天看的这个是它刚刚新出的叫LG Drive 你看它这个样子跟它AR1的压缩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它Virium的那块压缩 几乎看不太出来区别 乍一看以为就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从那个里面拿出来的阴染的模块 然后它同时做了很多的调整 所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输入输出信号表 然后有Drive的程度的调整 然后有Tone的调整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插件简单的当做是像一个均衡音色调整的一样 有亮有暗 然后干湿信号的混合 它这个里面有Two Stage 就是两段的阴染 如果你调到R的话阴染就会增加 上面这是告诉你Saturation阴染的表 然后这边有一个高切和低切 有了高切和低切 以及它切的那个弧度 你可以去用这个东西做出 限制它在某一段 只给那一段的时候给你加阴染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个人生上 然后放在全频的一个状态 咱们先听一下 要说的是 你在用阴染插件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你需要去听一种特别特别细节的东西 它往往带来的不是给你 带来巨大的变化 除非你要的就是过载或者是真 但是很多的时候那种细节 特别细节特别好听的那种变化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来听一下 可以增加一点点 一点点那种阴染的感觉 而这个表呢 红色的是输入 黑色的是输出 你用这个上面两个点 可以把它们匹配 这样的话你不会有特别多音量增加 但用阴染插件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会增加一些音量 所以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 很暗的色彩 亮 我们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 完全是渐进的是那种 如果你唱时间很大声的时候呢 它会有很多的音韧 没有的 所以一般用R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干湿信号混合 此外呢 我觉得这个插件实际上用在立体声的音轨 某个乐器组或者是鼓组 或者是甚至总线人都不错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咱们把它放在这个乐器轨上听一下 没有的话是这样的声音 没有的 我现在只混进了16% 而且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频段之内的450到3K之间 我可以把这个关掉 咱们先听一下全频段的色彩 它会稍微给你增加点那种音色烈的那种感觉 能放到1 因为我现在放到了这个Dark这边 所以你能听到更多Bass和低谷的感觉 你可以放到亮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用它的这个滤波器 比如说我们现在希望把高频处理的更多一些 咱们放到800以上 或者你可以用低谷 你希望把低谷变得更饱满一些 咱们就要是放在250以下 在这边 这样 再往来 放到Mix Mix放到100的话是这种声音 因为现在你只处理了它第一屏 把它一旦混回来 你的声音就回来了 用这时候你也不用太担心说 你有过载或者什么样的声音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以要一些过载的 或者一些很夸张的声音 然后用这个干式信号混合 把它去混回去 我们再试一下中屏部分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上面是高切 下面是低切 给你两边一切 把中间掐住 我们先处理的是这段 很明显觉得 低谷的那个高频一点的地方是特别壮 所以这个就是LG Drive 听起来好像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你真的用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给你的音染是特别的 延绵平滑 或者是可以变成很过载 很黏的那种声音 这又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酷实的那种风格 它做的那些音染 几乎从来没有像什么Vibs A-Fact那种给你用 那种感觉 它所有的声音都是那种 面面的 面面的特别的内敛的那种 音染的感觉 从来都不会刺耳 我觉得这是它的音染插件 特别特别好的一点 甚至我在用像Black Box和一些其他的 甚至包括像这个Decapitator 它们的方向都是往那种 特别侵略性的那种声音去走 但是呢 这个酷实的插件 很多的时候都是往那种 稍微的棉一些 暖一些 近乎于那种 变压器带来的那种 音染的感觉 或者是电子管带来的 音染的感觉 就可能我个人更喜欢 这种风格吧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觉得 酷实的音染插件 说实话 投资一个两个 还是相当相当相当值得的 能够给你的音乐 增加很多的个性和色彩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一下声 拜拜